热热香不香? 香啊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打个招呼 大家饭都吃完了,就你一个人还在吃 你在干嘛?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大勇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看我后面这钢筋柱子都已经全部扎好 把那个方方正正的钢筋了 就是把它固定好了 然后昨天下午也拉了两车红砖过来 这个衣刀要开始建了 这个水泥地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天天出太阳,今天阴下来了 现在要下去取点钱给我爸 因为这房子到时候师傅来要买点东西 今天我这边天气还可以 又没太阳,又买凉快的,还有点风 天天天要是这样该多爽 现在走不下去取钱 我那个底下的街上有个商业银行 到取钱的地方了 可以收取一命的现金 可以卡 可以收好您的卡 钱取好了,现在要回去了 这里面还有我昨天卖黄山的钱 还没五肉糊呢 建房子到处都要花钱 这些钱存了二十天吧 存了二十多天了 在家上昨天卖黄山的 这一下就要花出去了 看这帮小孩子无忧无虑的多好 现在好羡慕他们这种生活 哎哟,我家贝贝来见我了,来包一个 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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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到现在为止 总共是 我昨天算了一下 总共是花了八万多了 之前没搞那个水泥地 之前是花了七万多块钱 然后搞那个水泥地是花了一千五 昨天又拖了两车红砖 这两车红砖就是 又是一大堆钱 价钱又是八万多了 哎,房子啊 人生一大光绪真的是 费钱 爸爸 哎 爸爸 哎 哥哥肚子出血了 哥哥肚子哪里出血了 不是在这里吗 哪里啊 这里 哥哥肚子那是他自己在抓痒 那不是出血了 贝贝 嗯 来唱首歌 大方吹 怎么了 唱不出来了 你平常不是唱得挺嗨的吗 我唱阿藤嘛 那你唱呀 我唱不出来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房子从拆到现在花了七八万 稍微贵了一点 但是没办法呀 我给大家算个赞啊 我昨天仔细的算了一下 嗯 拆房子那时候我就不说了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这边那个建房子材料的价格 红砖四毛二一个 然后那个钢筋是五千多块银盾 之前还是六千多块银盾 最近还稍微降了一点 然后水泥是410个银盾好像 嗯 那个沙子 就是这个河沙嘛 粗沙子便宜一点 细沙子好贵 你看细沙子有时候是一百五一顿 有时候是一百六 有时候是甚至是一百八 然后现在又稍微降下来一点 降到一百六十多 一百六十五吧 反正是一车是两千多块钱 然后那个粗石子就是那个 弄这个地板那个石子嘛 是八十多块钱一顿 嗯 钢筋 水泥 红砖 沙子 石子 还有啥 人工 我这边的人工是 大工是两百三一天 小工是两百一一天 这多是钱啊 哎呀 这两个 爸爸 你是不是打我 爸爸手能无限伸长是吧 爸爸在这里 你在那边我还能打你啊 鲜 这么多间房子 你到时候跟妹妹 你们两个要住哪一间 那是大厅 那是大厅 爸爸 哎 爸爸 哎 我可以买粉色书包吗 可以 爸爸给你们两个买了书包 哥哥是蓝色的 你是粉色的 爸爸 哎 如果这个房子做好了 以后我放学 都跟妹妹在这里面玩 好的 清清好乖 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房子从拆到搞到目前这样子 总共花了多少钱 因为材料有那么贵嘛 那没办法 地区不同 材料的价格也不同 人工费也不同 所以花的钱自然也有多有少嘛 然后 现在我再来回答一个大家一直以来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我拆这个房子 到现在一直有朋友在问 也有朋友在跟我提起 反正大家想知道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因为有些朋友一直在说嘛 就是说我跟两个孩子他妈没有离婚之前 就是说没房没车嘛 然后 离婚之后 然后 车也买了 房子也开始建了 车嘛 就一万多块钱 也不是什么好车 那个车的钱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车不贵 我存了两个多月 存了一点 然后找北公子稍微 借了一点点 北公子稍微投资了我一点点 因为 有个车在家里 然后他以后回来 到少东了我去接他也方便一点嘛 不要玩水啊 你们两个等下把衣服玩湿了啊 知道吗 车的事情刚刚已经说了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房子的事情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啊 这个房子其实在建的时候 我身上跟我爸身上是没什么钱了 因为我当时我之前在有一个视频 我跟大家也提过 我当时身上还有一万多一点点 然后我爸有一万多一点点 他是把那个前几年吧 在广州做事的工程收回来了 还有一万多还没收到 那个一万多已经拖了五年了 那个老板一直拖在那里 一直没给他 然后他就一万多 我一万多将近就三万块钱不到 三万块钱不到 你把这个房子搞成这样 这也就是大家好奇的地方 接下来大家挺好 到目前为止我借了我姑姑三万 因为我姑姑她本来是要给她儿子 就是我表弟嘛 在外面买个房子的 然后因为现在我表弟还没找到对象嘛 所以我姑姑就暂时 所以我就暂时找我姑姑商量了一下 就在她身上借了三万块 然后是一年半之内 把这个钱还给我姑姑就可以了 因为到时候不能耽误我表弟的中生大事嘛 是不是 我姑姑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已经是很不错了嘛 我叔叔 就是我视频里面出现那个叔叔 他借了我们两万 然后这就是七万多了 最后我一找我们的北公子商量了一下 因为他前段时间车也没买了嘛 我本来以为他要买车 然后我就没跟他讲 然后他车没买了 我就找北公子商量了一下 最终是在北公子身上借了这么多 因为我也在小北这里做事嘛 所以暂时是先拿我的工资抵着 每个月先抵几千块钱 然后到时候他需要的话 我存到钱了 我再还给他 说句实话 小北从我19年回来到现在 真的帮了我不少忙了 你说刚回来吧 带我们进入自媒体这一行 然后中间虽然说出现了一些这种事 那种事吧 最后也没做成 但是在我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 他又重新又带我进来自媒体这一行 然后他车没买之后 你跟哥哥要好好玩 你们两个要相亲相爱知道吗 两个小家伙 然后他车没买之后 我一找他商量他直接就答应我了 因为小北这个人怎么讲呢 很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反正谁娶的他就是肯定是有福气的 反正这个小北的钱呢 目前就是先就是我在他做事的工资先抵了 然后后期他需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存到钱了就再给他 他反正也不着急 你跟哥哥要好好玩 不能发脾气知道吗 所以小北也没给我规定什么时间还 不过虽然小北没给我规定时间 但是我也得自觉 努力存钱早点把他的鞋给还了 大家看这两个小家伙 有一点点水可以玩半天 玩的乐此不疲的 我在洗碗 小孩子的生活真好 什么都不用想 无忧无虑的 现在大家知道我这个房子 为什么能建起来的吧 并不是说因为我跟孩子他妈离婚了 然后我身上存了存了多少钱 然后在离婚之后我就能买车建房了 虽然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 也没什么能力 但是好在我运气一直都蛮好的 一直都能遇到能帮助我的贵人 你想小北啊 我姑姑啊 我叔叔啊 还有 从我重新做自媒体这几个月以来 这么多支持我的家人朋友们 大家一直都在默默的支持我跟两个孩子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也感谢小北跟我姑姑和我叔叔他们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反正大家想知道的我也都跟大家讲了 就让我们一起建设这个房子的建成吧 我预估大概最起码需要两年的时间 因为我总不能一直靠我叔叔还有我姑姑还有小北他们的帮忙嘛 我总要得自己努力一点 我昨天上了一下帐 这个房子主体建成 不包括装修 大概需要20万多一点 嗯 因为契装我爸自己都搞得定嘛 然后小工我自己也可以做 这样也能省一大笔钱嘛 接下来的日子加油吧 打工人 我为我自己打工 为两个孩子打工 为我父母打工 也为我将来的那个打工 加油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